大家好,我是陈 今天想给大家笑这款产品 Jetbeam的RT2 Color手电筒 这款是手电筒的本体 这款手电筒长为150.1毫米 头部的直径为38.5毫米 身体部的直径为25.4毫米 净重为151克 头部采用了精密金属反光环 镜片为镀膜控制玻璃壁 进行了反反射加工 右边采用了CreeXPL白光LED灯 左边采用了CreeXPE 红光LED灯 上下分别为2个RGB三色5mm LED灯 这款手电筒 这款手电的全体采用了 杭太极铝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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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1.5米的抗衰落机能以及IPX8防水机能 接下来对这款手电的照明数据进行介绍 这款手电在白灯的情况下最大的照明距离为130米 中心部的最大光强度为4160坎德拉 而在红光的情况下最大的照明距离为68米 中心部的最大光强度为1140坎德拉 白光的照明模式有五种亮度 在使用16340号电池时候超亮度为850流明 使用最大使用时间为一小时 在使用1860号电池的情况下超亮度为690流明 最大使用时间为2.4个小时 其次为444流明的高亮度 可以用最大使用时间为3.6个小时 180流明的中亮度最大使用时间为7.2个小时 25流明的低亮度最大使用时间为54个小时 以及1流明的超低亮度使用时间为300小时 在使用红光的情况下 16340号电池的情况下 是超亮度为120流明 最大使用时间为1.8小时 而使用18650号电池的情况下 超亮度为120流明 最大使用时间为4.8个小时 其次为45流明的中亮度使用时间为12个小时 20流明的低亮度使用时间为30个小时 接下来对这款手电的使用方法进行介绍 这款手电共有4种模式 通过这里的银色环来控制 最左边最右边为白色白光模式 往左旋转为红光模式 再往左旋转为彩光模式 最左边为闪光模式 手电的快关通过尾部的电源开关进行操作 按下去打开 目前是白光模式 白光模式光亮度调节 可以通过快按尾部开关 可以进行超低低 中高 以及超亮之间的光亮度之间调节 接下来是红光模式 红光模式打开 也是通过尾部开关进行超低低 以及超亮之间的调节 这个红光模式均有记忆功能 接下来为采光模式 采光模式也是通过尾部的开关进行绿光 蓝光以及红光的调节 这采光模式也具有记忆功能 最后是闪光模式 最先打开是为曝晒模式 接下来为颈备模式 颈备闪 颈备闪 然后是红光的SOS 然后分别为红光和南光的颈备闪 也具有记忆功能 以上是对Jetbeam RT2 卡拉手电筒的使用方法的介绍 这款手电除了本体以外 附属品还有一条鞋带绳 和电源的防水帽 以及交换用的两个橡胶圈 以上是对Jetbeam RT2 卡拉手电筒的介绍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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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